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小林祭片 今次就讓我帶大家去日本關西玩盡大阪京都 喜歡的朋友 地方的Youtuber需要你的Like、Share和Subscribe 訂閱 一落機我們就首先乘搭南海電鐵 去到天下茶屋站 到時候再轉車去街根本丁站 就是最近酒店的車站 其實在南海電鐵一出來之後 出了閘落電梯就已經是這個街根線 這是我們要去的方向和線 我們在北千里的方向 去到街根本丁站 其實一出就已經是我們酒店 差不多了 只需要再過兩條馬路 酒店的供應是在最頂層 我上到去的時候已經一個人都沒有 所以就要用自身檢查 酒店這裡做完自身檢查之後 就可以自己拿一些日用品 包括一些梳 提梳刀 毛巾 還有茶包 化妝棉 牙刷等等 重要的東西都會有 好了 我們終於進入了 拿了房卡 就來到我們的房間 可以開箱給大家看 這裡首先是洗手盆 浴缸 洗澡的浴缸 然後這裡就是 大小二面的地方 然後呢 然後這裡已經是床 但其實它的空間 都比起一般的房間來說 都算是大 這裡整條路 其實你放行李箱也可以 還有我剛剛進門後 這裡都可以收行李箱的 所以其實空間是不錯 剛剛我拿了一些日用品上來 發現原來它也有給一隻 牙刷的 所以其實都不錯 是幾方便 還有最貼心的是 原來我早幾天 在Amazon買的東西 它竟然這麼快 就已經幫我收了 還放進房間 過往呢 之前在東京去過的 酒店通常都是我在Reception裡拿的 所以我覺得這間 都很貼心 而且價錢一點都不貴 所以性價比很高 那睡醒一覺之後呢 我第一間就是去試一個 和酒店 只在5分鐘步行距離的 人氣烏冬店 那我看照片 我現在心動是想叫這個 它有一塊燒過的肉 或者是這個 因為它有一個蝦尖的湯 但它的烏冬是湯 所以我覺得都看起來很不錯 那如果今天吃過是OK的話呢 我應該在 我離開大阪之前 去京都之前會結束一次 因為它跟我的酒店實在太近了 那我剛才說的那間烏冬店 其實還有兩分鐘就開門了 我現在已經在門口排隊 排隊 我後面還有一些日本人 也有遊客在等 其實它早上7點就開門 開到10點 然後11點 它就會再開 中間那一小時 我相信它是休息 還有再準備一些食材科 下一輪 都很多人來吃早餐 午餐 那一會兒進去選了烏冬 再跟大家分享多一點 它原來是一間蠟食的店 你會看到 現在大家在排隊 叫東西吃給錢 然後就拿一個屬於自己的餐盤 過來這裡 站在這裡吃 我最後是叫了這個蝦尖烏冬 這個烏冬可以選熱或者冷 我是選了熱 還有一個蝦汁 然後就沾下去吃 在你的位置正前方 其實它還有很多配料 例如這些 蔥 或者是一些 天婦羅的脆脆 還有一些不同的醬汁 都可以讓你加進烏冬 一起吃 它的湯其實除了蝦底之外 底部是有一些肉碎的 令到它的味道更加濃 即不是只有蝦 是有這麼多層次的那種濃味 它的烏冬是超級硬的 還有它的蝦的尖汁 其實有一點奶 也有很濃的那種櫻花蝦香味 吃下去其實是很入味的 這個配得很好吃 不如大家如果早餐想吃一口 就建議可以點一些 其他送的湯 這樣就會沒有那麼濃味 因為這個是濃味的 我是喜歡的 那大家也去試一下 因為它的蝦味其實是很濃的 我這樣沾下去吃 加上來吃都會吃到一些蝦仔 還有它辣辣的感覺是 令人很有記憶 好了 那吃完早餐呢 去機場接了一個朋友之後 就來了林空城的Outlet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是有很多店 它會分兩邊 一邊是Ming Center 一邊是C-Size 這邊比較多是運動品牌 這邊是C-Size 也有一些露營的品牌 Ming Center比較多是名牌的店 你看到連著這三間 就是納菲桑蘭公司的店 裡面都是一些戶外的品牌 那就可以看到 首先是有納菲桑蘭公司 那這裡是衣服 那這裡是衣服 那還有一些衣服 其實看到它的質地都很不錯 價錢 套餘的需要其實是五千多 多是三百多元 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其實這些牆 裡面是有蛹 那這裡是七千多元 那這裡是七千多元 那我看到還有這些鞋子 不過有些天氣很冷 我適合穿的 當然不少就是蜂褲 這一件蜂褲 歐力的價錢 四萬六百元 退了稅之下 四萬五千多元 其實這裡的價錢 並沒有特別便宜 還有一些長袖衣服 說的是要一萬四千多元 是跟外面的價錢 都是差不多 那其實套館這裡 去到西西 為什麼去到西西 就是因為 走到盡頭 它有一個超美的海邊 現在其實是接近日內的時間 太陽是很靚 植樣是很靚 那遠處其實還有一個沙灘 都是可以下去看 日內 Snow Pit的店鋪和餐廳 就剛剛開了在海邊 可惜我們剛剛已經吃了東西 如果不是在這裡吃東西的話 應該會很放鬆 和很開心 那它也放了那些型 在店鋪外面 也展示給你看 它其實那些型 是怎樣的樣子 都是一些它很出名的型 那它們的咖啡和餐廳就是在這裡 如果你坐在窗邊的位置 真的可以看到那個海 風景是超級好 超美 可以和大家看看它的菜單 一些主食 還有一些飲料 其實因為我之前已經在東京都吃過 其實菜單都差不多 你問我食物的質素就OK 正常 都不是說非常好吃 都是吃那個感覺 其實 進去店鋪裡看 有些衣物 衣物 還有它們的 戶外型的衣服 很多都在做半價 或者是六折 其實 看到產品 可以看到這些 滑膚的衣服 都是在做半價 半價之後大概都是兩萬日圓 但是 Snowpeak來說其實都便宜了很多 還有很多露營用品 不過自從開關之後 其實都少了去露營 以前 就比較對這些 Snowpeak的用品 比較著迷 現在開關之後 去旅行比較多 但是 推到雙腳來說 其實它們都便宜過 上網買 或者香港的露營用品店 沒有買的 來到LIKI 我之前在日本LIKI買東西 都加入了MEMBER 看到今天有這個七折 除了紅色、綠色、點點的產品 也有七折 二十三 忍者鞋 連忍者鞋也有 連忍者鞋也有 這雙看起來都頗漂亮 不過它面上是有一種絲綢的那種 這雙鞋也有 A.JORDAN也有 AMS 留意一下這些價錢 是全部都有七折 會員七折 只要沒有紅色、綠色、點點的都有七折 其實都很划算 這雙鞋也頗漂亮 都是一些很容易搭配的款 白色鞋、橙色綠 這雙都是 七折元 大概是七千多日圓 七千多日圓 都真的不算貴 四千日圓 四千日圓 都是二百多日圓 還會有額外的折扣 黃昏時間的林空城 是很漂亮的 還有夾陽體 好了 走完OLED之後 我們就回去了酒店 放下了一些東西之後 我們就走了十分鐘 回到深齋橋這邊 然後我們今晚會去吃一間 香港也有的燒肉 大阪發跡出來的 就是Futago 我們一會兒會和大家看看 它主要是吃內臟和燒肉 那大家一會兒去到餐廳再和大家分享 就是這間大阪燒肉 你看到店員都 招呼了很多人離開 我們是預約了位 所以如果想試的朋友 都可以在Google上預約位 那我們現在看看 我們早了五分鐘看看可不可以進去 一進來 一進來 他會給一個多國語言的 參加你掃進去 那你就會看到一個電話版 網上版的 你自己會看的語言的 menu 那這裡最出名的那個大塊和牛 他就告訴我們原來是要reserve 不可以來到即時喊 所以我們就沒有喊到最出名的那個人 那上了菜之後 職員會幫你燒 那你就可以等他 因為他一個人 可能有很多台的東西要處理 所以就可以等他 因為剛才我們以為是要燒 他就沖了過來 接著分手 飲食椒肉 當然就叫了這個菜 還有這個草仔沙律 這個菜的味道是很美味 而且不會有很生的感覺 那這個草沙就有很多沙律 還有一隻沙 有很多沙律蛋在上面 這應該是牛柳來的 燒到不太熟 生生的樣子 牛柳吃起來就沒有筋的 都軟的 那就不會太鹹 因為剛剛上一塊就有些太鹹了 這個也不錯 這個應該是豬扒來的 拼盆裡面是豬扒 剛剛試了一口 本身有些椒鹽的味 本身都夠鹹了 我建議不用再加醬 剛剛點了個冷麵 都到了 這個應該是店裡很出名的冷麵 上菜的時候有些菜可以給你加 但是吃起來會酸一點開胃 剛剛就來了牛舌了 職員就已經幫我們派了兩塊水燒 這個聞露看起來也是很不錯的 所以有一個問題就是職員 經常幫我們放了些牛下去之後 離開了很久都不回來 但是他又不想我們扔他的爐 因為有些肉就有點燒得太焦 所以我們現在也會自己燒一下 這個就是牛舌了 燒好了的牛舌 現在就試一下這個牛舌 這個就是牛腸了 整塊放進去燒的 嘩 所以這裡也是有名吃的內臟 他有配這個汁 這個牛腸真的搞不定 很猛烈 他這個醋汁吃起來酸酸的 牛腸就吃起來很爽 然後咬下去 有些油脂在口裡爆出來 搞不定 嘩嘩嘩 這個是剛才看到旁邊叫的牛腸肌肉 看起來超好吃 那個紋是超美的 剛剛幫我們換了一塊板 所以就要等一塊板燒熱 其實他整餐都幫我們換了三次板 他剛剛跟我們說這個牛的吃法 就是燒一邊然後捲進去吃 因為我平時對太生的牛不可以 但是既然他這樣推介 我們就試一下 其實我覺得他這樣燒一邊也會 總結我們兩個都覺得 這間燒肉的牛 是用得很漂亮 他大部分的肉的入脂分部 都是很漂亮的 而且還會有作用幫你燒 唯一就是 他們一個人要照幾張桌 可能有點分身不閒 那自己也要留意一下 自己的肉會不會過濕了 那這間燒肉店的習俗就是 吃完飯之後 會給你一個瘋狀喝的 一瘋狀瘋狀 吃完之後 喝瘋狀瘋就可以解漏了 整件事都挺清新的 不要說那麼多 一口一口一口 相信有不少人都聽說 來到日本的七十一 一定要試這個Smoothie 那它是有四種口味的 首先呢 就開了這個水果杯 這個是新吃飯 之後呢 它有一部機是專制Smoothie 那你就放進去吧 OK 它就開始製作了 剛剛加的這個瘋狀 就是這個七十一品牌子 弄出來就是這樣了 那個瘋狀瘋不用加那麼多 我們現在正在試那個調味 下一集我們就會帶大家去大阪的空庭溫泉 繼續吃燒肉 還會去大阪戶外teamlab 哇 敬請期待囉 敬請期待囉